一整碟塑胶盒 卫生局人员看到立即查封 于这全是参用回收塑料制成 已经违法 而这两款圆形方形塑胶盒 全被卖给卖场好事多 拿来包装泡芙 沙拉还有饼干 是不是以前不是这种包装 不是 来到卖场发现泡芙包装已经换了 不是以前的塑胶盒改用纸盒 还有凯撒沙拉也从碗状塑胶盒 改成黑底盒子 而这款综合饼干 卖场里面更已经找不到 一年大概 将今年105年生产大概是5578 检方调查这家幼貌性公司 从103年起用这种回收塑胶力 以30%到70%的比例 制成食品盒 再转卖给好事多公司 违法卖了三年多 根据了解 好事多在104年 就曾经发现他们的违法行为 但幼貌性公司仍然没有改 更涉嫌提交不实的检验报告 在源头这个缩胶容器使用的过程 没有做它的一个用途的一个管控 所以它有一些过程 这个污染物可能在这个处理的过程 不容易是清除 卫生局说这样的违法情形 最高可以处2亿元罚款 好事多则说 都有透过第三方单位来继查 继查结果也都正常 接到消息后 目前已经全面下架 换成新包装 而制造这些食品盒的 幼貌性公司副总 也坦诚犯案 目前这些塑胶盒 是否有受到污染 对人体有害 还必须进一步检验 但黑鲜塑胶盒流入知名大卖场 消费者已经陷入不安 这是沈梦辉 正好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